嘉义清晨一场大火烧毁了近百年的老戏院 在今天清晨四点多 嘉义仆子的荣昌戏院突然发生大火 整座建筑陷入了火海 还有两位民众逃生时受了伤送医救治 而这个地方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戏院 如今被烧毁了也让当地人感慨万千 火光照亮天空 嘉义仆子荣昌戏院 整栋建筑被熊熊烈火吞噬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现场还有两名住户逃生时较受伤 练经两个多小时顺利扑灭火势 不过整栋老戏院几乎被烧毁 里头漆黑一片建筑残骸散落一地 当地民众实在感慨 抗日神区 我生日这么大 大家在做什么 都做二轮的啦 民众语待不舍 因为从小看这戏院长大 这些火灾就发生31号清晨四点多 戏院突然起火更有两名住户 分别为七旬男子和六旬女子受伤送医 索性居民只是轻微受伤 而这栋荣昌戏院是1933年 檜木洋式风格建物 在当时曾号称东南亚最大戏院 曾有日本的保种歌剧团 布袋戏登台演出 电视剧练练阿里山更曾到现场取景 如今这近百年的老建筑 几乎全毁 也同时烧毁不少在地居民的 二十集 记者资讯我们家一报道